其實上個禮拜算是發生一個 也不能說死療危機 算是有兩隻隊伍算是非常爭氣 為自己爭取有機會爭奪前段名次的成績 包含我們的醒無行不行 在面對NU 他出來了 好我們先回到我們的團體技能出賽的第一場 是我們的獅承狂飆 獅承狂飆著名的尾流圖 難度也是十分的低 但是也就代表這是 是批評我們的基本功的時候了 到底誰可以先持得點呢 那個紀錄怎麼有點怪怪的 喔沒關係我們先不管紀錄 我們先不管出去的是我們的幽冥跟中洞 看起來兩位選手 目前喔呦 起步來說對淡大來說 喔有點點 出乎我們的預料喔這個起步 而且他們的兩大王牌 中洞跟燒賣其實是已經衝上了一二名 喔這個地方非常的尷尬 中洞選手掉了下去 現在只剩燒賣選手 一個人在前面 獨撐大局 他即將要面對的是大寶跟彩原的壓迫 而且這裡彩原成功的從右側超車 甚至連隊友的車都一起超人 來到了首位 哇我覺得這個得來不易的起步 要好好把握 畢竟在面對這麼強的行不行 這一場看有沒有機會 先搶得比較好的名次 不過看起來彩原跟大寶目前的比賽 有時是還蠻不錯的喔 在這種情況下要追回來 必須得吸得到尾流 這裡運的寶貝跟燒賣選手 還有護吸尾流的可能性 有沒有機會追上前面的大寶呢 因為大寶不知道為什麼 被他自己的好隊友 彩原給甩到完全吸不到尾流的位置 卻有這裡彩原開啟的即時賽模式 究竟會有沒有辦法這場比賽 因為現在看起來以彩原的位置 很難去追 所以後面運的寶貝 燒賣跟中東三個人 就要看能不能想辦法把大寶給殺下來了 沒錯 其實他們這樣唯一的目標就是 看能不能佔據比較好的中間名次喔 那如果要佔據這個名次的話 他們的首要目標就是先去擊殺 那一個就是迪恩大寶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寶貝跟我們的燒賣 就會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而且這裡看起來可能性不是零喔 我們的運動寶貝從內線超過來 來到了第二名 而且還卡在我們大寶的前面 這裡大寶會怎麼選擇呢 稍微往賴外側拉了 一下又拿回了第二名的位置 但是這裡吸了個尾流 兩個人互相交換名次 最後幾個彎道直線衝刺的終點線 就近在眼前了 最後的結果會怎樣 這裡大寶好像有一點點小斷胎的情況出現 喔差一點名次差一點名次 可是現在第二名大寶大寶跟我們的寶貝 有沒有辦法打下來 這個直線衝刺看起來 應該不會有任何的變數 我們恭喜在行無行不行 這裡有彩原拿下第一 敵人的大寶成功守住了他的第二名 幫助行無拿下了這一場比賽第一場的勝利 對哇這一局的話 其實彈道比較可惜 是他們起步是有拿到一個不錯的一個開局喔 那就是這個中半段的部分的話 就是彩原跟大寶就很快就回到他們的一個 就是一二名的一個崗位 那彩原就不用那麼多說 他們第一名的位置真的非常非常的穩 另外一個重點是大寶 他鞏覆出這個第二名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關鍵 銀台如果他那個第二名 如果掉下去的話 其實輸掉的機率算蠻高的喔 看到中段名次其實都掉在彈大的手中 尤其是玉諾寶貝在前 加上我們的中鬥在後 他其實是被雙人包夾的情況下 撐住了第二名的位置 所以這場比賽除了彩原以外 大寶真的也是被第一名的功成之一 沒錯 確實喔 我覺得在這次行武這一次 只有他強的地方 在於說是他們如果一開始劣勢的話 還是可以靠自己的後追能力去做到第一名 尤其是彩原 他自己多次除了領跑之外 他就算一開始在六七八名 他還是可以靠自己的個人技巧 跑到第一名 所以我覺得今天如果彈彈要贏的情況 確實我覺得中間名次 會是他們的就是 唯一比較有機會可以獲勝的一個 就是放城市喔 其實一句比較現實的話 就是目前很明顯 彩原選手的個人實力 其實跟絕大部分 我們KC有聯賽 其他選手算是不同的檔次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光看過往醒武的賽事 大部分落敗的情況 真的都是中斷名次而輸掉 所以變成說 其實對醒武而言 他們不是沒有弱點 而且剛剛這個弱點是差一點點 就顯現出來 對丹大人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好在對他們而言 大寶是有守住第二名的位置 沒錯 你看看第二戰也是同樣是我們的尾流圖 是我們的冰海風景 出去是大寶跟彩 又是剛剛拿下12名的一個組合 但是我已經看習慣 彩原抄自己隊友的車 我估計在過沒幾秒後 彩原就要衝上了第一名 這裡大寶能不能守住自己的守衛呢 我的隊友想抄我的車 還是說他會直接讓我們的彩原去領跑 對我覺得讓領跑的機率還蠻高的喔 可能要找一個比較適合 讓位的一個地方去做讓位 這邊彩原故意拉一個外側 這裡兩個人好看起來 感覺是有溝通的 對對對對對 看起來是有想要讓大寶先跑的 就是領跑的一個部分喔 就是選擇相信隊員 我覺得也是我們那個 就是主力來說 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信任 蠻大的可能性就是 哇這個地方我直接不給你先任了 內線抄了隊友的車後踩員 再度衝上了守衛 而且瞬間就遙遙領先了後面 三四五六名 非常遙遠的距離 甚至還要跟大寶 呼吸尾流的情況下 這個領先差距算是十分檔 欸 大寶 大寶撞牆直接掉下去 欸這給機會了 這個大寶是直接 發生一個蠻嚴重的一個失誤 哇看起來如果 有沒有機會做二三五七 這個時候 我們就看一下 莫蘭跟大寶這邊的一個名次的關鍵 我們看一下小地圖喔 其實莫蘭的位置距離練敵 算不算非常遙遠 所以被超車的可能性是有的 這場比賽的重則大人 又掉在了大寶 跟莫蘭兩個人身上 他們有辦法守租中間名次 這個話 其實大寶是有機會追上 23名的 要是有辦法打下23名 其中一人的話 就能更加鞏固醒無的優勢了 對 而且目前電體是有 也沒被拉開了 那看23名要不要做一下 放速的動作 這個地方 大寶選手 貼了一個非常內的路線 成功操上了第三名 而且我們的中東選手 掉下去的情況下 1名有彩原拿下 但是中東的名次好險 大寶選手第三名是用手術 名次差一點點就被對方 給追火了 我們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秒數 應該是 非常接近 但是這場比賽 雖然是險勝 但也一樣是讓 醒無行不行 再下一局 目前是2比0 2分的領先 哇 這一局真的是 有一點點 就把優勢給送掉了 第一是那個 原本跟 跟彩原跑到領跑的大寶 最後是最後幾個人 讓木蘭可能發生一些失誤 也給了對方一個機會 因為其實 到中間名次的一個部分 我們剛剛在看2-3 武器有沒有機會 其實後面的艷底 其實距離木蘭是已經 沒有什麼機會追上了 所以剛剛我們那個是那個 彈大師有做一些停車的動作 可惜是失敗了 然後 在那個失敗過後 可能又發生一些事情之後 讓這場賽事 到最後一刻 只差一個名次的交換 就有機會逆轉 不過最後還是請武 可以拿下最後的勝利 其實讓我最意外的 就是在第二圈剛開始的時候 原本是彩原跟大寶 一二名 基本上這一場是 穩超勝券的情況下 大寶發生了 令人匪夷所思的失誤 說句實話 那個地方發生 撞到那個 撞到那個分割島的失誤 其實算是 讓人很意外的一件事 因為那個地方沒有道理 他會往左邊去撞那個牆才是 還蠻少見 尤其那時候其實旁邊沒有 幾乎沒有其他敵人的車 所以等於說算是一個 自己的一個操作失誤 那也差點因為那個失誤 而讓這個比賽送掉 還好就是後面還是有 撐住最後的一個名次 但是這個失誤 對我們的行物行不行 後續假如真的能夠 進入季後賽的話 真的要盡量避免去發生 那接下來 來到我們第三場比賽的 杜拜富人區 這場賽道基督保持人 CNC安迪留下的1分43秒60 起步一樣是 有我們的行物這邊佔據比較好名次 而且這邊蛋大的狀況有點多 沒有氣的還擋到隊友 這個地方 踩員又衝上第一 這麼虧的情況下 稍微有一點點可惜 踩員第一 幽冥第二 大寶第三 基本上是超級大優的情況下 這場比賽行物行不行 是勢在必得啊 對 而且這一場感覺 這個淡氣一直都沒有補回來的情況 這個方式越移越遠 股上是我們的燒賣 不過前面採員已經不見的情況的話 就看那燒賣至少要先上到我們的第二名 才有機會逆轉哦 對 其實在這一張賽道 並不是沒有看見 沒看過有人在 呃 包含剛剛那個捷徑點 跟這個 右彎區 擋住人造的逆轉 但是 前提是 你得先追上二三名才有機會 如果你連大寶跟幽冥都追不上 那我們剛剛講的那種可能性 基本上也不會發生的 沒錯 就是 卡列車Rush Plus 我們要做強求 就是 我們如果要做助攻 做主打的話 前提之下是 你必須要先追到 那如果連追到的情況 都沒有的發生 情況下 你就很難去做一些主打跟助攻哦 目前唯一的可能性 我自己眼中看到的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大寶跟幽冥目前距離相的 呃 有點近的情況下 他們假如出現對殺 就反而有機會給 呃 但大這裡機會 但 兩個人的距離不知不覺 拉開的情況下 恐怕這個機率又再度的下降 這場比賽 采源直接一個揚長而去 完全海放後面的 棋位選手 眼看著就要通過 終點線的情況下 有沒有機會刷記錄 我們可以看到 43秒60的記錄 啊 看起來應該是有蠻大的機率 是刷掉了 而且23名也是由隊友 大寶跟幽冥拿的 下的情況下 行不行不行 再下一分 目前是3比0 3分的領先 對比前兩局 這一局確實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懸念 因為其實 新武一開始起步 就搶得 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也沒有發生太大的失誤 最後還刷了一個 0.16秒的一個 成績 放煙火 放面炮 恭喜我們的柴員 又帶走了一張 屬於自己的記錄哦 對 是安迪的記錄 對 他刷新了安迪的記錄 多了一個自己的記錄的情況下 他其實從剛起步 就基本開啟了 即使賽模式 直接一個人衝出去的情況下 就投也不回 直接結束了這場比賽 變成說 呃 淡大 就如春春老師一直提到幾個 很 以前在 講醒無這支隊伍的一個 非常關鍵的點 就是說 海原這名選手太強了 很常他一開始 假如你讓他領跑出去 真的要追回來 那個難易度太高 啊你常常假如說 都想著要做中間名次 但是大寶跟莫然 今天看起來狀態 這麼好的情況下 好像 沒那麼容易 沒錯 我其實 今天的話 是前兩局都有一些機會 那很可惜的是 在我們淡大 真的是沒有 把握住的 那通過前兩局的一個 就是熱手感之後 可以發現第三局 我們的大寶莫然 就是這幾位選手的 手感已經慢慢找回來了 那在 採源的狀態 這麼好的情況 另外幾位選手 又找回手感的情況 其實淡大目前看起來 要再拿下 勝場的機率 就會越來越低喔 暗示 接下來第十張賽道 即將要來到 沙漠旋轉攻擊 我們的V字翻盤區 究竟會不會成為 今天的關鍵點 對 是一張相對比較困難的賽道 剛剛起步的部分 是大寶、優明跟柴緣嗎 又是他們三位嗎 沒有喔 現在是大寶衝上的 第一運動寶貝 在第二 優明、柴緣 三跟四 但是後面跟著中洞 以及燒賣 但是發生了一點小車禍 讓他們往後掉的情況下 目前是一個交叉 名次 大寶選手 看起來今天大寶 就是 臨跑的機會還蠻多了喔 對 可是現在 對於行不行而言 他們的採源選手 並沒有畫在 喔 這裡我們才剛要講 他的位置不算很舒服 他馬上直接一個人 衝上了第二名 又要去追自己的隊友 大寶了 甚至連優明都上到了第三名 對彈大 這真的是一個最糟糕的消息了 對 這邊立志是發生了一些小失誤 那這邊的話 看一下 又失誤了 往這個彈器的部分的話 先把他補回來 目前片漆 還是可以擠到兩顆漆的一個部分 不過前面已經 採源已經慢慢逼近大寶的位置了 那種情況下 大寶會讓採源去領跑嗎 兩個人貼的其實有點太近了 選擇往左邊 讓採源去領跑的情況下 勝利方城市再度形成 裁員領跑後續 跟著兩個隊友的助攻擋路的情況下 中洞選手想要一打三 難易度應該是難如登天 這場比賽難不成 又要在這個地方提前宣告結果了嗎 哇 看起來在面對這麼難的賽道 優明不斷的干擾 這一場要追到的機率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喔 太難了 太難了 中洞選手 雖然說一直想超裁名 也一個優明的車 但是優明選手 一個人在這個地方守得非常的好 甚至前面是立志翻盤區 我們的中洞選手就在過得再好 你想要衝過優明選手 難度都非常低 更別講第一名的採源 他甚至還放了自己第二名的隊友大寶 奇怪大寶人呢 怎麼不見了 你們剛剛不是還在旁邊嗎 1分55秒的紀錄 欸好像有機會刷 而且假如這張賽道刷下去的話 他就是連刷兩張安迪的紀錄了 對 而且這一張一開始 採源沒有領跑 那更可以 凸顯出他第二圈跑得多快 對 他第二圈從 3-4名 對 他從3-4名第二圈 剛開始沒多久 接手上來 衝到第一名 而且還海放第一名 哇 這裡刷他紀錄 刷了0.08秒的紀錄 而且是連續兩張刷他CNC好隊友的安迪紀錄 對 哇 柴然確實他還是展現出自己個人的一個技巧 在面對這麼困難的賽道 我覺得以他的個人技巧 確實是海放場上的另外幾個人 最後以第二圈接手 就是臨跑的情況 還刷的紀錄真的是 就是跑得非常的穩定 這個實力真的算是很誇張很誇張的個人技巧 目前 以他的狀況來講 可以堪稱是KCL最強個人選手也不為過 只是 他們接下來4-0的最後一場龍之一擊 要是可以拿下來 他們就是一個5分的大進步 對形無形不行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 我剛剛有說過 確定競技後賽前四強是30幾分 這5分拿下來 他們即將總分會來到30分 他們距離30幾分將會只有11分差 也就代表說 他們進入季後賽的機會是進一步提升 沒錯 我覺得是這個分數來說 其實在面對就是可能在競速上 還是有一些落差的隊伍 是他們拿分的一個 有一個必要性在 那在就是行文這邊的話 他的目標就是 能多拿幾分就多拿幾分 在就是最後進到我們的決賽門票上 也算是一個保障 對但是龍之一擊的難度 頭一樣非常非常的高 到了一擊區以後 假如不小心被掉下去 他撞下去也是一個重傷 就要看採源選手的表現究竟如何 但是目前看下來每一場 基本上採源選手在第一名海放 其他對手的情況下 他在一擊區要被撞下去的機率 應該是蠻低的啦 一開始看段位的部分 誰會先出去呢 出去左彎之後是 優盈跟我們的採源 採源 採源在第二名 莫然又在第三 哇今天看得出來 莫然選手狀態真的是很好 那同樣發揮優秀的大寶選手 雖然這場在第六名 但是他的好隊友優民 則是來到了前段名次 這裡運動寶貝中棟 也想要一轍一較高下 但是採源選手 直接一個內線非常漂亮 極限鐵彎衝上的第一名 而且瞬間拉開了一段 非常大的差距 哇 一開始就當你採源淋跑的話 覺得就可以看一下 最後能不能跑 一個 一個紀錄 而且剛剛過完畢蠻回去之後 發現很多旋徒都掉下去了 有大寶貌然跟彥迪 大寶貌然跟彥迪 三個人全下去了 這個時候壓力會在我們的幽冥身上 過目前中東距離我們幽冥還是有大概五個車身以上的距離 來看一下後續有沒有機會追回來 目前的差距其實還蠻遠的 中東選手就連要追上幽冥都已經是難如登天了 裁員基本上已經可以放棄了 因為連他的隊友幽冥可能都追不到的情況下 目前其實不是完全沒機會 這個地方幽冥好像給機會了 發生了一點失誤掉了下來 其實我們的燒賣選手是有機會追上去的 前面剛失誤 後面也記得失誤 而且之後這名彥迪也下去的情況 23658 差一個名次 幽冥選手是不是掉了下去 人直接不見的情況下 第八名的彥迪選手有沒有機會追上來 但是第一名採員選手也通了過去 而且看起來是準備再刷一個紀錄 幽冥選手來到第三位 大寶選手也來到第四位 醒悟行不行 在這個地方連下無償比賽 直接5秒踢了 但帶一個超級大光頭 而且很有可能 我們的彩原選手要再刷一張地圖的紀錄 我們來看一下1分39秒73 最後的結果 1分39秒32 對 放煙火放鞭炮 我們的彩原又刷了紀錄 那這場是一開始有領跑出去 所以其實刷紀錄的紀錄真的是非常高 不過還是要講一下 其實彈大還是蠻可惜 因為其實 這五場下有兩三次西式行 有給了蠻大的機會 包含這場我們的龍之遺跡 也是一個大優勢 結果發生太多選手自己掉下去的情況 但可惜的是彈大是沒有把握住醒悟的 後半段的選手的失誤的情況去 拿下比較好的中間民視 自己也發生了就是 非受禍性的失誤 所以這一場 雖然是一個剃光頭的無比 不過其實有 兩場都有機會可以拿下 今天的一個彩原的一個表現 真的是 應該說他其實從開賽到現在的表現 都是非常非常的高檔 那也期待他們之後 如果進到我們季後賽的話 他的整個一個 就是 實力可以持續的一個 就是 展現下去 喔